2011年算是很多改變的一年啦 就是包括我的新公司 我的新專輯 然後自己買了一台這個跑車 可是我還發現說這跑車好像開來開來很好開 但是個性不是很像自己的那種感覺 所以想說先賣掉再看看之後要不要換車之類的 我不想太過讓大家覺得我很花俏 因為我自己個性比較低調一點 然後還是會出去跟朋友玩party的話 可是我不想說這車子可能自己開起來會感覺 不是很搭自己的那個味道啦 雖然是好車 雖然是開起來很好開 在開車的時候會想到以前的事情 所以想說那可能先賣掉看看能不能夠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一個新的自己 希望2012遇到的事情都是好的 不管怎麼樣 我也是很愛車的這個車主 所以很捨不得啦 很捨不得 我會先放著啦 還是看身邊朋友有沒有喜歡這台車 因為其實我保養這台車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而且我覺得這台車質感很好 所以我也不急 但是想說先有一個念頭慢慢開始問身邊的朋友有沒有想要這樣子 價格喔 價格可以談啦 價格可以談 希望之後有對象的話 這個跟有沒有車是兩回事啊 沒有車也應該可以 希望可以找到好對象 現在沒有到像之前那麼渴望 老實說其實之前可能比較期待 可以有一個很美滿很完美的一段感情 可是現在我覺得心已經不太一樣 就是心先放在工作上面 有一個新的開始 而且已經迎接2012年了 所以總要有一些新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新的一年我還是希望說 感情這個東西真的沒辦法去想太多 越想越複雜 越想越沒辦法去預知 所以我覺得就是應該是期待一個巧遇吧 期待一個巧遇 我相信搞不好也許有一天會遇到還不錯對的人 對啊 先把工作放在先 我一下來比較最感情這塊我希望比較低調一點 因為我在認知認定一個人之前 其實我是希望自己能夠先看清楚 然後只要自己認定之後 我才會覺得說這個東西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